居屋申請自前幾分鐘 有市民趕到落庫房委會交表 疫情下早上新生來交表的市民不多 19歲在浸大讀書的他用白表申請 想抽一房單位和家人住 樓價太貴了買不起 現在讀書開始儲錢買居屋 如果買到就會好些 轉小三個邊因為方便一些 他就一家五口用13000至15000元租屋 之前已經抽了五次 今次有猶豫要不要再申請 我們家人現在都減了身 起碼都25% 會不會擔心東園多 有機會的 藉口吸不吸引 都可以勉強 都是貴的 六折打下五折比較好 建多一些公屋比較好 鋸屋說 給一些青年人起碼容易上車一點 房委會推售的四個屋苑 包括鑽石山啟祥苑 火炭彩和苑 馬鞍山錦進苑 和粉嶺山荔園 大約7000個單位 是福建鋸屋以來最多 今期薑屋以市價六折出售 六百表比例首次改為4比6 預計明年一月攪豬 六月選樓 有線電視記者譚曉同步到